今天是神圣的吹脚节大神会 希望通过这脚声 全世界万民都能悔改 一同回到圣灵和心腹 即天上父亲和母亲的怀抱 成为这种恩典的吹脚节 吹脚节可以追溯到 三千五百年前的摩西时代 摩西摔碎第一次领取的实践命后 上帝命令摩西第二次上山领取实践命 胜利六月一日 摩西第二次上西奈山领取实践命 在山上进行四十日进食祷告后 第二次领取实践命下山的那日 就是大数罪至即胜利七月十日 胜利七月十日 摩西领受上帝祝福的恩典后下山 这意味着上帝赦免了以色列百姓过去所有的罪 上帝为了让他们不忘记 并纪念那日 让他们在胜利七月一日吹脚 预备大数罪至 此节期就是吹脚节 所以我们今天迎来胜利七月一日 全国全世界各地都一起举行神圣的节期礼拜 借此时间 再次祈求天上父亲和天上母亲 通过今天的节期 向全世界西安的子女们 降下充满的悔改祝福 以及让撒玛利亚直到地级的全世界万民 悔改的天上神圣的圣灵能力 今天和各位一起通过历位纪二十三章 查看一下有关吹脚节的真理话语 一起看一下历位纪二十三章 二十四节话语 尼小玉以色列人说 七月初一 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 要吹脚做纪念 当有圣会 上帝之所以制定吹脚节 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 不忘记胜利七月十日 即第二次领受实践命下山的那日 并每年纪念此日 在圣利七月一日 小玉以色列百姓说 十日后 上帝将赐予赎罪的莫大恩典 所以 你们要向上帝坦白 一年内犯下的所有罪孽和过犯 百姓们照此吩咐吹响悔改的号角 脚也有很多种 不同的脚声会有不同的含义 吹脚节的脚 可以说是敦促所有以色列百姓悔改的脚 所以 虽然我们自身的悔改也很重要 但 为了让全世界万民能够一同悔改 回到上帝的怀抱 我们更要努力吹响悔改的号角 呼吁人们悔改 一起查看一下马太福音四章 看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话语 今天 我们一起在圣经中查看一下 有关悔改的内容 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中记录说 从那时候 耶稣就传起道来 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耶稣之所以非常强烈地催促罪人悔改 是因为 天国尽了 如果不悔改 就不能回天国 祂的话语中 隐含着这样的意思 如果你不完全悔改 就回不了天国 所以 一定要悔改 不能去天国 换言之 就是 只能去地狱 耶稣的话语中 还包含着这种无声的呼喊 所以他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世界 就会发现 圣经中预言的所有灾殃 都在倾泻而下 所以 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中也说 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若天国已经临近 那么 上帝区分 去天国之人 和去地狱受审判之人的日子 也就越发临近 所以 小玉说 要更加警醒 专心悔改 一起看一下 以西节书十八章 三十节话语 十八章 三十节中 记录说 所以 主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 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地审判你们 你们当回头 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 这样 罪孽 必不使你们败亡 上帝说 你们当回头 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 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 指的 就是悔改 这是指 我们要离开 在世上 和天上所犯的一切罪过 重新遵行 上帝的教导 简单地说 就是要 转向上帝的意思 不是吗 上帝说 你们当回头 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 这样 罪孽 必不使你们败亡 否则 你们将会因为自己的罪恶 到永远燃烧的火壶中 承受永远的痛苦 各位 此刻 或许会觉得圣经记录的这一切话语 很不现实 没有实感和触动 但是 这些问题 会在不久的将来 顺时间 全部发生 天国 已经近在眼前 我们难道 不应该 边悔改 边为天国 做准备 等待 父亲的降临吗 上帝说 你们当回头 离开所犯的 一切罪过 如果不这么做 会迎来什么结局呢 我们一起查看一下 诗篇 第七篇 一起看一下 诗篇 七篇 十二节话语 诗篇 七篇 十二节中 记录说 若有人 不回头 他的刀 必磨快 功必上弦 预备 妥当了 他也预备了 杀人的器械 他所射的是火箭 试看恶人 因奸恶而取牢 所怀的是毒害 所生的是虚假 他掘了坑 又挖身了 紧掉在 自己所挖的井里 他的毒害 必临到 他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 必落到 他自己的脑袋上 我要照着 耶和华的公义 称谢他 歌颂 耶和华 至高者的名 经上说 若有人 不回头 上帝的刀 必磨快 我们 是在天上 犯了 不可饶恕的罪后 被驱逐到 这世上的 犯罪的灵魂 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后 来到这地上的人们 若在世上 继续犯罪 度过被逆的人生 那就再也没有 得救的方法了 地球逃城 是可以悔改的 最后一站 上帝 将我们放在 这地球上 是为了 让我们 过悔改的人生 如果不悔改 上帝 必磨快 他的刀 那之后 就再也没有 机会了 等待他们的 只有罪的刑罚 痛苦 绝望 哀嚎 以及 世世代代 燃烧到 火活的痛苦 为了赦免 我们的罪 上帝亲自 来到这世上 承受了 十字架的牺牲 人类的嘲弄 被钉在 十字架上的 疼痛 被枪刺的痛苦 借此 赐予了子女们 最后的机会 因此 若远离上帝的恩典 背弃上帝 赐予的祝福 这样的人生 会幸福吗 这样的生活 真的会快乐吗 因为 不能忍受 暂时的痛苦 没有 稍微 等待的耐心 最终 无法参与 上帝所预备的 永远和平 荣耀的延习 我们 绝不能犯 这种 愚昧的错误 今天 这吹脚节的意义 就是悔改 吹响 悔改 号角的日子 就是 今天的 吹脚节 通过 吹脚节 上帝 向全世界宣布了 可以悔改的真理 使全国和全世界 所有人 都能与我们 一同悔改 我们继续查看一下 路加福音 五章话语 一起看一下 路加福音 五章 三十二节 我来 本不是 照一人悔改 乃是照 罪人悔改 这世上的 所有人 都是罪人 除了 穿肉身的 上帝以外 全都是罪人 所以 上帝 来到 这世上的 目的 就是为了 照罪人 悔改 但是 如果拒绝 上帝 最后的恩典 不接受 或背弃 上帝 最后的恩典 就再也没有 得救的方法了 我们一定要铭记 这是上帝赐予的 最后的恩典 在这地上 秉承上帝 神圣的旨意 度过 悔改的人生 不断 回顾自身 树立 正确的心态 充满 天国盼望 拥有 对上帝 深厚的信心 更加尽心竭力 向着永远的 天国努力 上帝 为了让我们悔改 而带来的真理 就是新约真理 对此 我们通过 马可福音一章 来查看一下 看马可福音 一章十五节 马可福音 一章十五节中 记录说 说 日期满了 上帝的国 禁了 你们当悔改 然后 怎么做呢 信福音 悔改的人 一定会有什么行为呢 会有信福音的行为 结合 哥罗西书一章 和哥林多后书 三章话语可知 福音 是什么呢 是新约 悔改的人 一定要领受新约才行 我们的罪得赦免 并不是因为 我们做了什么好事 而是因为 新约里面 有上帝的这种应许 上帝说 我要消除你的罪 我要赦免你所有的罪 我们被视为无罪的人 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没有罪 而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上帝的应许 所以上帝让人们怎么做呢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悔改的活证据 就是什么呢 信福音 走福音之路 即信新约 遵行新约之路的信仰 父亲母亲 带我们去永远的天国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 虽然我们是罪人 但只要完全相信 和遵行上帝应许的约言 不过属肉身世界 属世俗的生活 在新约中过恩典的生活 上帝就会按照所应许的 赐予我们赦罪的恩典 并让我们过悔改的生活 一起查看一下 希伯来书八章 上帝在新约中 给予了饶恕我们 所有过犯的应许 对此 我们通过希伯来书八章 来确认一下 看一下希伯来书八章 七节话语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 前约就是旧约 也就是摩西律法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 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后约就是新约 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 说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另立新约 刚才 刚才我们在路加福音一章中看到 上帝说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上帝说 他来到这世上 是为了叫罪人悔改 可以说 上帝来到世上 做到最伟大的事之一 就是立下新约整理 所以八节中说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另立新约 看九节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 我也不理他们 这是主说的 主又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 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 说你该认识主 因为他们 从最小的到知大的 都必认识我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 不再 怎样呢 纪念他们的罪迁 上帝是通过什么这样立约 给予应许的呢 就是通过新约 所以 留在新约里面 且恒心遵守新约真理的人们 上帝 认可这样的人 是真正悔改的人 只要遵守新约 就会被上帝认可为 真正悔改的人 我们不能想 已经守了一年 两年 三年 也没什么特别的 各位 一定要留在这里 直到上帝来临的那日 现在 我们正在新约里面 在恒心遵守上帝所立的约 对于 居在新约里的人 上帝应许说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 不再问责 上帝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最终将我们引导到 永恒的天国 所以 使徒保罗也曾说 这些人是真正有福的人 这些人 才是真正悔改的人 他在《罗马书》四章中说道 这些人 才是配从上帝那里 得荣耀的人 一起查看一下 《罗马书》四章七节话语 四章七节中记录说 他说 得盛免其过 遮盖其罪等 这人是有福的 上帝通过什么 应许我们 不算为有罪呢 通过新约 所以 耶稣才说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悔改的人 都是在福音里的人 且是信福音的人 他说 得盛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看八节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假设有两个人 都犯了罪 其中一个人 在悔改 而另一个人 不仅不知悔改 不转离罪恶 还更加刚硬 法官 神里这两个人的案子时 会为真心悔悟 悔过自心的人 网开一面 但 在法庭上 依然强硬 不悔过的人 会面临更多指控 和更重的判决 如经上所记 得盛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不算为有罪的应许 蕴含在新约之中 我们一定要铭记 赦罪的恩典 蕴含在新约中的事实 今天是新约的吹小节 对于在新约之外的 世人来说 这日是无关紧要的日子 但对于在新约里面的人来说 此节期却是无比珍贵的日子 如果我们在天国所犯的罪 原原本本显露出来 并被定罪的话 我们就绝对无法再回天国 所以 在路加福音中 耶稣立新约时 非常明确地说 这是为你们所立的新约 看一下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 是用我写所立的 什么呢 新约 新约就是福音 是 为谁流出来的 为你们流出来的 罪人 在天上所犯的罪 若得不到赦免 依然存留的话 就没有办法回天国 但是 就像刚才 罗马书四章中的话语一样 上帝遮盖了他们的罪 他们虽然是罪人 但上帝 认可他们的罪 是在无意中犯下的 所以 算他们为无罪 我们要再次铭记 上帝就是为此 在世上立下新约的事实 新约的节期如下 新约安息日 新约逾越节 新约无教节 新约复活节 新约升天日 五旬节 新约吹角节 大鼠岁日 祝鹏节 不仅有这些节期的定理 还有 在新约里 要彼此相爱 要努力传福音 在上帝里面 要彼此服侍 等教诲 我们要一个不辣地 遵守着所有的教导 跟随父亲母亲 给予的教导 直到最后 最终都进入永恒的天国 耶稣在这里说 这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又说 这是用我写所立的新约 是吧 这杯 是用我写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路加福音22章20节 和马太福音26章中 都说 这是用我写所立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这是用我的牺牲 所立的新约 上帝 代替我们 在十字架上去世 为我们牺牲 在旧约时 做了每天要线的 偿凡祭祭 做了赎罪祭 做了节气的祭祭 安息日的祭祭 用无数的 主不清的牺牲 立下了新约 因此 我们不能认为 在星期六 遵守一次礼拜 就是新约 或者遵守一次节期 就是新约 通过 用我写所立的新约 这一话语 我们要认识到 上帝 为了拯救我们 付出了 多么多的牺牲和劳苦 新约 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制定的 若是用一句 这是新约 就能立新约的话 新约的价值 也许会逊色得多 但是 上帝代替我们 背负了所有罪的重担 并说 这是用我写所立的新约 新约制度 是用父亲和母亲的牺牲 立下的制度 这不是随便制定的 而是上帝付出生命的代价 制定的 各位 今天 我们遵守吹角节 不仅仅因为 它是胜利7月1日 才遵守 每个礼拜中 都蕴含着上帝的牺牲 因为 我们领受了 上帝伟大的牺牲之爱 才从最终得释放 得到解放 成为自由之身 能够重新回到 无比思念的永恒天国故乡 希望 我们都能想着 天上父亲和母亲 赐予的这莫大恩典 每天度过悔改的生活 懂得向父亲母亲 献上感谢和荣耀 直到最后 都坚持过这种恩典的生活 当然 这世上有各种患难 苦难 和各种罪恶的诱惑 战胜这个世界 在新约里坚持到底 这并非意识 虽然不容易 但这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 希望 所有西安子女 能够坚持这条路 直到最后 向上帝献上莫大的荣耀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 谢谢